用一个狗园 结果我们管理狗的人 那个不快乐 那个换人换人 他管理狗 他都没有比狗快乐 人家狗给他几块面包 他就跳起来了 咬尾巴了 管理狗的人每天都不笑 那不行 狗看到他就肚子 就不快乐 不快乐的狗就会生病 所以我想 如果要得到快乐 做一个好的老师 那我们首先 念下来 你快乐起来 别人就快乐了 你阳光起来 别人就照到阳光了 我想生命的教育 不在于第一名 赚钱 比别人优秀 读到博士 生命的究竟的意义 是达到一种快乐跟爱 我自己接受自己 没有烦恼 我帮助别人 这样就好了 如果把生命的快乐 建立在社会的竞争 要考第一名 要考第一名 要比别人优秀 要长得比别人好 那是在制造压力 当然不会快乐 所以我的说法是 当你快乐了 别人就会来学习 你快乐的方法 那个就是生命最重要 你为什么会快乐 因为我努力读书 我要帮助别人 所以我把英文学好 我可以帮助别人 我把口才学好 我可以唱歌 让老人快乐 但是现在的快乐 把它建立在 我学了这么好的英文 口才 我才会成为一个好的秘书 然后我就可以去 口才很好赚大钱 那我们双方在制造痛苦 所以我想这边是 特殊教育学校 特殊什么 不要跟人家比较 不要跟人家竞争 我们自己要过得很快乐 家长快乐 老师快乐 同学快乐 大家互相这样 所以同学念一下 吃得饱 睡得好 这样快不快乐 这样就好了 不要 所以我们叫 吃饭喝茶 都是生活 不要离开我们 现在的生活 所以现在我们 陪这边小朋友 一起在学习快乐 不要去要求小朋友 比别人会读书 比别人优秀 那你在制造小朋友的痛苦 因为他可以活得 很道德 很快乐 这比较重要 只有指纹 你说得是钓匙 我也是钓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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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次钓匙 我还是钓匙